库车大囊直径半米又薄又脆 一天能卖700多个囊 这家大囊房有怎样的秘密 这里的药丧果酸酸甜甜 做成罐头销路好 是什么让南疆特产走窍市场 本期的生财有道 让我们一起走进新疆库车 库车位于天山中部南路 塔里木盆地北原 古称秋辞 是古代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库车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这里有着悠久的历史 丰富的自然资源 城市更是历史与现代的完美融合 独具魅力 既有现代化年轻城市的活力 又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情 在库车的老城逛一逛 仿佛穿越时空 来到了久远的秋辞渡国 五彩斑斓的色彩 令人眼花缭乱的特色商品 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而最吸引人的 还有这里的各自美食 这其中最有名气的就是库车大囊 我现在是在库车的大囊城 身后的这个雕像是库车的囊王 囊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是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食品 如今囊不仅仅是库车的美食 更是库车文化的载体 在库车的大囊城 人们可以了解和大囊有关的历史文化知识 那囊是什么意思 囊在就是当时是起源于波斯语的 就古代中原的时候 称囊是为胡饼或者是鲁饼 当时在东汉时期呢 在宫廷一也兴起过胡饼热 这足以说明囊是有非常悠久历史的 历史的悠久 所以就说各种饼就叫囊 对 我们可以看 刚刚我昨天说 这有法国的囊面包 对 有意大利的披萨 这个俄罗斯的大猎巴都称为囊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清泉囊 那过去农民伯伯在下地干活的时候 身边也带着是囊 到了午餐时间呀 他们就把囊扔到上游 他在下游歇歇脚的功夫 就顺流飘下来的囊 已经被泉水泡得酥软可口了 成了农民伯伯的一顿美餐 刚打出来的那个囊 特别香 特别是瞎子囊 闻见那个味道我就 走不动路了 它又是大饼和饼干之间的一种东西 又有饼干的香甜 一余保存 又有那个面食那个饼 又有饼的那种香味 大囊城的秋辞乐舞演出 还可以让人深入地了解 酷车的历史文化 我现在是在新疆库车的大囊小巷 这条小巷子上呢 有大概做囊的生意的小店呢 十几家 家家的生意都不错 酷车人有一句话说叫天下美食 千百万不及酷车一个囊 酷车的囊呢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个儿大 而且呢特别的酥香 看多大个儿 这个囊品种真多呀 有多少种 十种 十种啊 十种的 这个是 这个是 辣椒 辣椒囊 辣椒囊 核桃囊 核桃囊 莓芋花枪 桥米的 哦 这是桥米做的 对 桥米 黑小麦的 黑小麦的 小小的嘛 奶子囊 哦 这个小小的是 好香啊 奶香味特别浓 你给我大囊 酷车大囊 你看这个小囊和这个大囊对比 它就差了好多 是吗 哪种卖的最好啊 大囊 大囊 一间的嘛 五百个六百个大囊 多钱一个 五块钱 这种呢 一包十块钱的 哦 一包十块钱 三个 好 那这个小的呢 一公斤二十五 一公斤二十五块钱 哦 一公斤二十五块钱 哦 一公斤二十五块钱 哦 一公斤二十五块钱 这工啥做这么大的 这个就做这么小的 香脆 哦 这样做大了可以变得又香又脆是吧 哦 做的大它就薄 所以它就又香又脆 又香又脆 你们从哪儿来的呀 我们从山东来的 山东来的 对对对对 然后吃过馕吗 吃过吃过 但是没吃过这么大的 这个个儿就这么大了 哎 香热乎的 直接尝尝是吗 这个 这是你会品尝吗 哎 免费免费 谢谢老板 哎 怎么样 好吃 哎哎哎 哦 我也吃一块 这是 我请你为止 这是我想吃 哎 在外地吃过的馕 没有 没有这么香脆的 对就是很香脆 真的很好吃 它刚出锅了 好香这个 特别脆是吧 能放多久 凉凉的 凉凉那么五天六天 不会 不会 十块 十块 十块一包 啊 一包 库车的朋友给我介绍说呀 在库车有一位 做囊的手艺最好的师傅呢 热西提大叔 他是库车大囊的 第五代传承人 接下来我们到他的家里 去看一下啊 啊 您好您是库车大叔是吗 打扰了打扰了 这是您的打囊房 欢迎欢迎欢迎 正在打囊呢 好热情 我们先先尝尝这个 哇这香这刚出锅的哈 这个我看看啊 又酥又脆呀 嗯 哇特别好吃 美女您是 不是她的女儿 女儿 哦 您现在是帮着经营的是吧 嗯 哎这个屋子里是这样啊 我一进来了就感觉这个房间里热气腾腾的是吧 这个是应该叫囊坑哈 对 囊坑工作的时候这个房间也是挺热的是吧 对 那我们那个后厨做囊前面烤囊 一走进热西提大叔家的打囊房 带着囊香的热气 就让人感受到了这里的忙碌 我们家五个人都在坐这边都是爸爸妈妈亲戚上班那都是 热西提大叔2004年开了这家大囊房 由于大叔手艺好打出的囊格外的香 所以他家的大囊也特别受欢迎 然后就是这样做的 那您是先把那个面称好 对 大概一个囊用多少面呀 800克 如今家里的人都在打囊房里忙活 经营好打囊房 把大叔的好手艺传承下去 就是大叔一家人的生活重点 就是这个囊好不好吃 它什么是最关键的 揉棉 和这个棉有关系 就是面发得更好的话 它就更好吃是吗 对 有什么秘诀吗您这个揉 有秘诀 有秘诀 圆嘛 实际上说就是圆一点 越揉越圆 对 就是圆圆的 搭出来就炒开 他家的囊好吃的秘密就在于 打囊用的面团了 热西提大叔揉出的面团 光滑圆润 有弹性 做出的囊就会格外的好吃 你看这个面发得多好 这上面这个大的气泡 这就说明它这里边 那个都是空气 所以这个囊吃着才松软是吧 对 这是阿里木江 是热西提大叔的儿子 对 你现在已经会打囊了吧 打囊吧 也会打了 会打的好不好 会打的好不好 这样 哦 这样 这样 这个目的是什么 对 这摁的目的是什么 摁的目的是 松软 松软 比较大 然后圆圆的 可以 这个囊值得我吃 白芝麻 这是要放在上面做调味的哈 也能装饰 然后看看您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叫什么 囊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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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主要就是要给它印花纹的在上面是吧 对 薄了 还好看 哇 货真价实的这个红花耶 放红花的目的是什么 编个颜色 哦 放这个棉色 装饰 这就是放在那上面馅料是吧 皮牙子 皮牙子 洋葱 然后这是红花 然后还要放一点自然 对 自然 那里边有盐吧 没有盐 不放盐 明显不圆啊 不圆打出来的囊就不好看是吧 出车大囊的主要的特色也是又薄的脆 对 揉好的面团再用特别的手法按扁 盖上囊戳 再涂抹上调料 囊坯就算初步完成了 我们家囊都是拆荷囊 形式母头烤的囊 所以就是味道都不一样的 有面粉有关系 我们家囊都是特别好吃 他们吃过的人都是还会来买的 我们家囊都是碎 甘粒也好吃 那里边有多少度 280度 280度 280度啊 靠几分钟 靠5分钟 5分钟就熟了 是您的叔叔是吧 嗯 现在是他负责来打 对 然后您在后面负责和面 对 感觉这是热气铺脸呢 我刚坐这一会儿就开始流汗了 估计师傅也是 也是一直在擦汗是吧 热不热 热 太热了 热 太热了 热 特别特别热热 这个 这外面的温度 我看可能也得有个七八十度了是吧 这个感觉有点像我们东北的那个打火炕 这里边多大面 一次能烤多少个囊 十五个囊 您这个水是什么水啊 盐水 盐水 这个就是打囊 就是要把这个囊甩松是吧 坐在这儿要十几个小时 一直在这个高温下 哎 又一个出锅了 喝 这一个囊一出来 首先带着一股热气 然后拌着热气出来 这是一股浓浓的那个囊香味 我自己里面做面呀 这些都可以 但是不会打囊 因为是打囊都是男人的 因为是温度太高了嘛 冬天都可以 冬天天之凉嘛 囊坑上面也那个 热 坐得也舒服 在夏天嘛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做 280度的高温 五分钟的时间 一个囊坯在囊坑里 经过高温洗礼 就变成了香气诱人的大囊 这其中的辛苦 只有亲自来到囊坑边 才能体会得到 爸爸做的我有时候 我做不出来 不要那个上面榨水呀 你就榨水的时候 榨多了也不行 榨小了有点硬的 不一样的 这囊坑上面真的是太热了 你看我一下子满身 满脸都是汗 太热了 对 真的是 这个囊虽然很美味呀 但是这个 这个美味是来之不易呀 是吧 你们家这个 做这个好像多少年了 42年了 嗯 爸爸就之前就是 爸爸是跟谁学的 爸爸 他也师父嘛 哦 是跟着大囊师父学的 然后后来就开着小店 然后他就是 爷爷 我爷爷以前做嘛 哦 也做 就是相当于是祖传的是吧 祖传的手艺 你做十几个小时做七八百个都能卖出去吗 都能卖出去 那不错呀 雨定的也多 雨定的就多是吧 哦 鸡快递的 鸡快递的 你在帮妈妈卖囊 嗯 几岁了 今年十五 他们要买多少个 他们要15个 现在没有囊了 只有十个了是吧 是的 嗯 因为里面还有有人订过嘛 嗯 里面有人订过 送出去 送 要送出去是吧 嗯 就是囊都不够卖是吧 是的 早上卖了多少了 卖了差不多五十个吧 差不多五十个了 你自己喜欢吃囊吗 喜欢呀 喜欢呀 每天能吃上一个吧 这么大一个 一个都能吃光 嗯 这个是什么囊 这个 这是窝窝窝 小的 小的窝窝囊是吧 嗯 你们家是打大囊打得多 对 大囊打得多 因为是大囊不够卖 大囊都不够卖 嗯 就是有多少都能卖多少是吧 对 天天吃囊我就吃不够 因为是我爱吃囊 我现在呢 是在库车市的乌尊医村 我旁边的这棵树啊 上面结的果实呢 叫夏图特 夏图特唯语的意思呢 就是桑胜之王 为什么说它是桑胜之王呢 是因为维吾尔族人啊 认为夏图特呢 它有降血压 降血脂 安神 补血的作用 所以他们也叫夏图特为药桑 因为药桑它 果子的采摘期特别短 而且果实本身呢 又很难保存 我们是很难在市场上 见到这个药桑鲜果的啊 我们接下来 来认识一下阿帕尔 他和哥哥一起开发出了 药桑的产品 这个药桑树和那个 我们能够常见到的那种桑树 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有桑树的皮活肉大 皮活肉大 就是颜色和日和的 营养成分不一样 它果实的营养成分不一样 对对对 那外形长得一样吗 树的外形长得一样 树的外形长得一样 树的外形就是叶子不一样 叶子不一样 叶子不一样 这是普通的我们常见的桑树 这个普通的桑树 它们两个叶子相当还是挺大的 而且颜色也有区别 叶子也有区别 这个更圆一点 普通桑树就是绿叶 六月左右 六月的时候就是已经 采摘完成了 采摘完成了 然后要桑呢 要等到七月中旬 还有就是那个果实的 味道不一样 味道不一样 那普通桑树就是 糖度高 甜的酸甜味道的 吃过桑树的都知道 桑树果实 它的那个颗粒没有这么大 这个是颗粒很大的 对对对 这个是没熟的这个果子 这没熟的有点硬硬的 熟了都特别软 没熟的一样 还是味道太酸 太酸了 真的是太酸了 全熟的可以吃 全熟的就甜了是吧 好甜呀 嗯 但是真的跟那个 我吃过的那个桑树 不是一个味道 这个有点 微微的有点酸 确实是 但是也比那个 没熟的甜多了 我还听 听人家跟我介绍说 说这个药桑 在我们这儿是 根本不是在田里 那种大规模种植的 对 对它都是种在什么 房前屋后啊是吧 这个结构时间太长 五年以后才能结构 树上 处理以后 保存时间太短 住人家家里以后 不到一天就很容易坏了 所以他们就是 也卖不出去是吧 也不好卖 所以就是浪费的 都卖不出去 所以现在我们能采到的 只有这种房前屋后 一棵两棵的 嗯 所以产量还小吧 产量超 好不好采呀 不好采呀 不好采 一使劲就烂了是吧 嗯 对 所以它得轻轻的碰才行 对对 所以轻轻的采 对我看您采了多少了 我们看看哈 确实是挺不好采的哈 这个这里边已经有被捏烂了的哈 就是轻轻一碰可能就坏了 这个颜色多好看 像红宝石一样 这是 这都是你采的吗 是 采了多久 一上午 一上午啊 那真可爱 你上几年级了 二年级 二年级 你帮妈妈采的 是 看看我们这是多少 2.9公斤是吗 我们现在要到这个工厂里面 有药厂罐头怎么做的哈 嗯 哦 这是纯手工超选啊 对对对 这就是主要人工做的 都得必须人工是吧 对对对 就药厂里面的那个垃圾 还有杂子就变坏的做 拳出来 哦 拳出来 使用最好的 使用最好的 没有变坏的 颗粒大的那个拳出来的 还能做果子 对对 那这样的话 我看这2 4 6 8 差不多有8位工人在操作这个 嗯 那每天能出多少瓶啊 每天3000左右 3000左右 我哥哥以前就是 食品公司上班的 几十月嘛 他上自己创业 就是咬桑胜主要是那个 一件好多人说 从来就是可以疾病的 但是那个没得咬的 初上这里以后嘛 不到一天保存不了 很容易坏呢 嗯 嗯 然后我们研究一下那个 做关托 啊 第一年我们做的企业 一下那个1000个瓶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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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所以没有大面积的种植推广 阿帕尔兄弟开发出的药丧罐头 把南疆的这种特产 变成了致富生财的希望果 每年阿帕尔家能够收购药丧100吨 生产罐头3万箱 解决20多人的就业问题 而且这3万箱罐头根本就供不应求 我一开始以为是果汁 其实它生产的是罐头 对 其实大家也是喜欢喝这个汁是吗 对 好多人就是喜欢汁 但是我们生产是个范围 就是做罐头嘛 罐头来的 所以我们能含果肉的一声 哦 果香味特别浓郁 就刚一开瓶我就闻见这个味了 然后感觉酸酸甜甜的 闻见这个味我觉得口水就流出来了 哇 酸呀 它不是那个很甜的那个味道 就是有点微微的酸 原味就是本来就这样的 原味就是这样的 哇 特别爽口 这个卖的也挺好的是吧 对 龙蝇是可酸的 最稠的是现在最稠的是 我们没有这么多果子啊 这个照片是我哥的照片 他今天不在 哦 他成家会了是吧 开不去了啊 这就是我们家 我们要到家里去参观一下了 来 客人了 来来来 敬我 敬我 这个是 这个是我哥的大耳朵 哎哟 帅哥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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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我 敬我 我们到家里去参观一下啊 哎呀 看好多干脖预备好的 这是伞子是吗 妈妈做的 妈妈 您做的 来来 放糖上 哦 好香啊 全是家里也这样吗 对对对 哎 谢谢 谢谢 来 这先给您 来来来 这有葡萄干 无花果 伞子 然后还有点心 就是很甜甜的那种感觉是吧 我先喝这一会儿 我先喝这一会儿 哦 你在哪儿跳鞋啊 我在客人 你回来厂子工作啊 是的 回来跟我爸跟叔叔帮忙 为了我们厂子更好的未来 好好发展一下 在阿帕尔家的客厅里 一家人热情地喝茶聊天 一边聊家常 一边计划要扩大药丧的种植规模 带动更多的人一起制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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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